圣灵施行救赎第69讲 基于我们上面讲关于新约圣经 用Pistis这个字的用法呢 伯格夫说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信心有他先后的步骤或者是阶段 这些阶段的次序是如下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般性的 对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一般性的信心和信任 二 基于这种的信任 人接受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的见证 三 降伏于耶稣基督的面前 信靠他以至灵魂得救 最后的那个呢 就是被称为是使人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 saving faith 这里呢 感觉上呢 伯格夫呢 有一点加尔文的影子在那里 先相信神和基督 然后既然相信神和基督 相信他们的见证 最后呢 是完全的投靠 降伏于基督的主权之下 信靠他以至得救 那你看到改革宗对 不论是回转啊 信心等等呢 他都会从真理开始讲的 人先相信神和他的话 然后呢 来信靠耶稣基督 并投靠他的十字架 以至得救 我们继续讲 B Pistuin这个词呢 在不同的constructions 语法的组合中 他们的意义 我们特别值得注意 有几方面的组合 constructions 第一 Pistuin with the dative 配间接受格 就是Pistuin 再加上一个配间接受格 Dative 这种的组合呢 一般是表达了 Believing Ascent 相信 也同意 或者是认同 假如 这种的信心的对象 是一个位格 一个人的话呢 一般来说呢 是 是充满着含义的 包含了一种 很有宗教深度的 专专业的 相信 相信 和 依赖的信口 假如 信心的对象是 一个事物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指 信 神的话 假如是位格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指神 或者基督 再讲一次 这个信神 是信什么呢 是信神 基督 有的时候呢 是信 祂的话 约翰四章五十节 那人信 耶稣 所说的话 约翰五章四十七 你们若不信 祂的书 摩西的书 Believe 祂的书 祂所写的书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四 这个 菲律比的玉珠呢 因为信了神 大家的家人都很快乐 信神 罗马书四章三节 亚伯丹信神 提后一章十二节 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我信 好 下面呢 就有另外一种的 刚才讲那个比较简单 就信神 信基督 信摩西的书 下面呢 是Pistuan 再加上这个Hoti 这个字 后节一个连结 是Hoti 英文这个Hoti 这个字呢 就是 That I believe that 刚才呢 是Believe God Believe Christ Believe Moses' book 现在是Believe that 那这种的组合来说呢 这个连结词 这个That Conjunction呢 一般是用来 引接 这个信心的对象 What is Believed 他信什么 一般的来说呢 这种的组合呢 它的意义就没有前面那个 信神 信基督那么的强 它的组合呢 的意义比较弱 在新约圣经有20次 Believe that 有14次 是在约翰的福音 或者是书信里面 出现过 有一两次呢 所信的那个内容呢 都没有提升到宗教这个层面 不属于宗教的范围 比如书约翰九章十八节 这个犹太人呢 不相信 Do not believe that 不相信什么 他从前是瞎眼 现在能看见 此度行传九章二十节 耶路撒冷的门徒 不信 Do not believe that 不信扫罗是门徒 然后呢 其他的经文呢 就特别是有宗教 或者是救赎性的意义的 马太九章第二十八节 耶稣对这个人说 这个瞎子说 你相信 你们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我能够做这件事情吗 你们相信 相信这个 我能做这件事情 这个 这件事吗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你心里相信 相信什么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铁钱四章十四节 相信什么呢 相信 神也必将他与基督 与耶稣一起带来 再来 这个Believe that 是信一件事 信什么呢 信神 基督从死里复活 信虽了的人 神必将他与耶稣一起带来 信 也就是能够做一件的事情 所以信一件事 再来 前面那个信 就是信神 信基督 信神的话 这里是Believe that 信一件事 信一件事 Pistuin 加上一个preposition 配上戒词 Believe in Believe on 等等 这里呢 这个 在这种的组合里呢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word 就是说 Pistuin 相信这个字的 比较深层的意义 就是坚固的 相信 依赖 这个意思呢 就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那Pistuin呢 会配上怎么样的戒词呢 第一个是 and Believe in 那这个呢 是最 最普遍出现的 Believe in 最常出现的组合 特别是在 74本 最常出现的组合 虽然呢 在信任神经 差不多没有出现过 最 最明显的一个特例就是 马克福音 第一章 第15节 神的果尽了 你们要 悔改 你们当悔改 Believe in The Gospel 你们要信 福音 你们要 Pistuin and 你们 Believe in The Gospel Believe in呢 就是 表达了 信靠 依赖 真的信 信靠 这个福音 约翰三章15节 中文是 叫一些信 他的都得永生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 him 那英文那个 in这个字呢 多加了一个in呢 就特别的强调 这个是信靠基督的 都得永生 我们信了基督 以弗所说 一章13节 Having believed 应该是 believe in him 那英文的NIV呢 都把这种的味道都除去了 很多的味道都消失掉 所以还是要找一些比较中欲原文的英文翻译本 譬如说NASB 或者New King James等等 然后B Pastuan和Epi 这个字 那这种的组合呢 只有在引用 以赛亚 28 16节 才看到 有三处的经文 就是罗马书 9章33 罗马书 10章11 还有 彼得 前书 二章6 另外呢 还有路加24 25 还有提前 一章16 它的意思就是 A steady and restful repose 是一个坚定 稳定的 安详的 的安息 写息 完全信靠 这个对象 以赛亚28章16节 是这样说的 看来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 作为根基 信靠的人 就不必 着急 罗马书 9章33 信靠他的人 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 10章11节 凡信他的 Trust in him 英文都把它放成 in him 不至于羞愧 彼得前书 二章6节 信靠他的 The one who trusts in him 不至于羞愧 路加24 25 先知的话 你们信心的太迟钝了 你们的心太慢了 去信 Believe in all that the prophets have spoken 信 真的是信 先知所说的 然后呢 提前一章16节 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亏 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 那英文圣经这里就翻出来了 Believe on him 其实这些的经文都应该翻 Believe on him 信靠他 投靠他的意思 然后呢 还有一个 Pistuin加上戒词 还有一个accusative 直接受格的一个的名词 这个第三方面 C方面 这种的组合呢 在新约圣经 出现过七次 有两次呢 是指信神 因为他在基督里 工作 拯救灵魂 其他呢 是信基督 这里在讲的 是一个 心中的一种的 moral motion 或者是一种的 它这里翻成 道德上的活动 mental directions towards the object 一种意念上 对对方的一个方向 或者一个专注 意思就是说呢 Turning with confident trust to Jesus Christ 就是转向基督 充满着信心 这样子来转向基督 信靠他 再来一个是 Pistuin 加上Ace 那这个呢 是新约圣经里面呢 用的最多的了 一个组合呢 用了49次 有14次呢 是在约翰的著作里 其他的都是保罗的 的著作 只有一个例外 是信神 其他呢 都是基督 这样子的 Pistuin Ace 是有很 很丰富的意义的 要表达什么呢 An absolute transparent of trust from ourselves to another A complete self-surrender to God 完全降伏自己 在神的面前 绝对地把信心呢 从信自己 转移到 信对方 约翰二章十一节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约翰三章十六节 将一些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而永生 约翰三章十八节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三章十六 信子的人有永生 约翰四章 第三十九 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 Believe in Him 信了耶稣基督 约翰十四章一节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Trust in God Trust also in Me 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 未曾听见他 怎么样 信他的 Believe in 英文是Believe in 加拿大书二章 第十六节 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 耶稣基督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也是in 不过呢 希腊文是用 不同一个in 腓立比书一章 一章二十九节 你们蒙恩 不单单得以 信服 基督 并且要为他受苦 让我来翻译一次 这个英文 直译 成为中文 你们所领受的 It has been granted to you 英文 中文就翻译 你们蒙恩 上帝 上帝所恩赐 要给你们的 上帝 奉基督 要给你们的 不单单是 You believe in him 是信靠他 而且是要 为他受苦 It has been granted to you on behalf of Christ 中文没有把它 完全翻出来 上帝所 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基督 要赐给你们的 不单单是 你们要投靠 信服基督 而且是要 为他受苦 那伯格夫说呢 这里的意思呢 乃是说 不再信自己 绝对地 转移 信靠的对象 从信自己 到信另外一位 假如各位 接受过 三元步道法的话呢 三元步道法呢 讲福音有五要点 第一是 天堂是一个免费 或者无价的理由 第二人 这个罪人不能自救 第三 神是圣洁的 也是爱 然后第四呢 就是差点 耶稣基督来 等等 第五呢 就是要 你接受 这个恩典 是接受信心 好了 当他讲到 要澄清 信心的意义的时候呢 三福这一位 作者是 甘雅各牧师 James Kennedy 他是长老会的牧师 顺便一提 他里面有一个例子 说信心呢 是空的碗 讨饭的人空的碗 接受天上君王的礼物 这个空的那个 膝盖的碗呢 是来自加尔文 基督教药义里面的 那现在这里呢 他有另外一个 三福里面 有另外一个的 比喻 就是那个 传飞的人呢 譬如你坐在 对方的客厅 撒法椅那里 譬如撒法椅呢 是有两个位置的 或者有两张椅子 他就说呢 信心是什么呢 以前呢 我信我自己 好 那个传飞的人呢 刚才 刚才第几个牧师 就说你要站起来 现在我不再信自己 我辞职了 走过去 另外一个椅子 坐下来 我现在信耶稣基督 以前我信的是自己 站起来 走过另外一个椅子 坐下 我现在信耶稣基督 这里 罗格福就讲这个 把信心的对象转移 从信自己 到信 对方 就信耶稣基督 那个跟四定律 那个椅子 上面本来是我 后来呢 后来呢 是转成基督呢 是同一个意思 转移信心的对象 对方币 都说了 对方币 都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